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快乐大使,周深打工日记,首爆恋舞花絮,敬业态度引发歌迷热议。 第36届中国金鸡奖闭幕式,已经完美落下帷幕,这场晚会,可谓众星云集,大半个娱乐圈的艺人都汇聚于子。 初屈二名场面自然少不了,而在这其中,热度最高的当属乐坛劳模、央宠周深,除了在红毯环节的高能表现外。 开场就为屏幕前的歌迷带来了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的主题曲《人力战歌人士》。 尽管已经看过很多遍这首歌的舞台了,但周深这次在金鸡奖舞台上的表演与之前完全不同, 教科书是唱功加科技感。 未来感十足的舞台特效,活生生将一场晚会表演变成了殿堂级演出,在一次用时,征服了万千观众。 要知道,台下坐的观众,全都是娱乐圈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、没有扎实的唱功和强大的录人员。 很难hold住整个舞台,换句话说,除了周深外,确实没有人更适合这个舞台了。 每次能都能为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,演唱结束后,各路官媒第一时间就将周深的炸裂舞台推上了微博热搜。 直呼周深的《流浪地球2》定义主题曲《人是高音好鼎》,又一次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享受。 简单的一句话,可见深深在官媒眼中的地位有多高了,随着话题的不断发酵。 有网友还做了一份数据统计,在某社交平台,周深的热度指数再次破亿,成就了今年第97次破亿。 就目前的热度来看,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舞台前,金曲人士会持续霸榜各大音乐平台。 不过今儿要跟大伙聊的并非周深,在金基奖闭幕式上的名场面。 而是工作室前不久上线的恋,五花旭光看标题就特别有代入感,名为快乐大使,周深的打工日记。 众所周知快乐大使这个称号,是王者荣耀赋予申申的,连续多年为其现唱主题曲。 只要官方举办一场大型活动,歌迷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周深的身影。 某种层面来说,周深跟王者荣耀早已捆绑到了一起。 所谓的打工日记正是周深今年在王者荣耀,周年庆舞台上演唱的几首金曲,工作室在可行范围内。 把深深在台下的一系列高能输出,通过纪录片的方式,全都拍了下来, 虽然只有四分钟。一首歌的时间,可在这支短视频中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周深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一上来,就带领屏幕前的歌迷来到了练。 武士只见深深穿了一件牛仔外套搭配黑色棒球服。 造型显得既接地气又帅气,音乐响起,一边练歌,一边练舞,压力可想而知。 看到周深的排练名场面,不少歌迷都在谈幕直呼每次看到周深认真的样子,内心瞬间就会被融化。 事实确实如此,即便是隔着屏幕,也照样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,演唱到孟琪这首单曲时。 深深现场全开卖,仅是一段轻唱,就牢牢锁定了所有的耳朵,边唱边跳。 所做出来的舞蹈动作可爱至极,不同于其他艺人练舞排练,在镜头面前总喜欢给自己树立新的人设。 反观周深,早已跟现场的舞者打成了一片,看到周深开心的模样后,所有女舞者的脸上都洋溢起了幸福的笑容。 由于太过于投入,不小心跳错了一个动作,没等舞者反应过来。 周深就连忙说道不好意思明明自己才是主角,但在周深眼中,所有伴舞跟自己一样重要。 正如官媒所讲,细节见人品,从未因自己获得了某些成就,就开始变得膨胀起来,结束后,与往常一样。 竟显身是风度,主动感谢了所有伴舞老师,边鞠躬边说再见老师们,看热闹不闲事大的工作人员还给他贴。 上了小周告退四个花子,知道的以为是练舞花絮,不知道的还以为点开了治愈真人秀奔跑吧。 这还不是重点,重点是练完舞,回到休息室后,周深非但没有选择休息,反而是开启了一个人的演唱会。 对着镜子,重新又扣了一遍所有舞蹈动作,敬业程度可见一斑,轮到正式排练时,深深稳定输出。 一口气连唱五首金曲,如果不是提前看了视频标题,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最终的表演舞台。 晚会正式拉开帷幕后,快乐大使周深闪亮登场,不同角度观看深深的神仙现场感受完全不同。 一句句天籁之音,点燃了台下所有观众的热情,再次回到化妆室内。 还在不停地练习孟奇的舞蹈动作,抓紧每个空档反复练习,主打一个认真。 这就不难理解,为何整场晚会,只有周深的SOLA舞台会被网友评为全场最佳了,结束时。 周深的敬业态度,再配上金曲旺高能唱段,不知道戳中了多少次。 周深的歌迷的泪点。 每一次的汗水都为了给歌迷呈现出最棒的舞台,事实证明,周深才是当下年轻人。 最该追随的优质偶像,既有实力,又有担当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 al Bread 订阅一下